这个许杰辉的好人员真的让他的婚宴不仅是众心云集 而且呢很多大咖的主持人包括了胡瓜还有吴宗宪等人都接连现身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政治人物都到场祝贺 包括了像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 另外呢还有这个国民党大高雄市长参选人黄娇顺等人 都是旋风式的前来祝贺 秀出礼金带念的支票十足高调 综艺天往吴宗宪出席许杰辉婚宴还是相当有个人风格 威姐写的啦 生命中最值得庆贺的日子 深深祝福 哎呦 哎呦 厉害了 厉害了 那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迎接你们啊 今天是你啊 我搞错了啦 这包太大了 喂 演艺圈喜事连连紧接着在马国壁之后 许杰辉不狂多让婚业现场星光闪闪 多位艺人朋友接连道场祝贺 大台主持人胡瓜也难得出席 多人在问我说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就刚刚九孔也问了 我是说不敢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我认识这些朋友 没有一个帅的伴郎 所以一直不敢结婚 你看我认识不是朋友家家许孝顺 头中刚摸弄 全部认识了怎么结婚呢 对不对 那如果阿肯跟纳豆你可以考虑吗 那我看他独守空规好了 过去许杰辉在节目上模仿多位政治人物 除了立委邱颖颖朱凤之 高市长国民党参选人黄昭顺 北市长民进党参选人苏贞昌 跟旋风式的献身恭喜 我是真的 但是我很诚意来恭喜 而且我来打光照亮 晚军一定更漂亮 不过我只这一分钟而已 其他都是要他 许杰辉的好人员 让婚宴成了星光大道 也宛如一场蓝绿大融合 年代新闻黄婉容六真宜 台北采访报道